欢迎大家回来第308集的《只要有电影》 大家都看到今集依然是用一个podcast的形式 是和大家见面的 今集想和大家讲的就是另一部上映中的日本电影 就是《奔口龙界》导演的《无邪之景》 《 evil does not exist》 《奔口龙界》其实不需要再多介绍 因为在过去的《只要有电影》的节目里面 其实都有很多集是有讨论到它的长片短片 《无邪之景》是它的第八部长片电影作品 亦都是它继2021年的《 drive my car》之后的一部新作 《 drive my car》大家都印象应该还是很新的 因为那一年这个电影不单止是可以说是席卷全球 还代表了日本是获得了这个 《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金像奖的荣誉 在香港亦都是相当买座 所以作为《 drive my car》之后的新作《无邪之景》 其实都可以说是挺盲众触目的 那么so far电影的在各地引起的讨论的热潮 又或者是受欢迎的程度 明显来说是跟《 drive my car》是有一段的距离的 这个其实我相信跟它那个故事 又或者是表现的手法都有关系的 这个我们可以迟些再说了 但是我做回资料搜集的时候 其实这个电影在各地不同的影展里面得奖的概况 都跟《 drive my car》是不枉多样的 首先《 drive my car》当年就是在康盛电影节 曝光之后就拿了一个最佳片剧奖的 《 drive my car》的《无邪之景》就在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 首先首映 得了两个大奖的 这两个官方大奖分别是 评审团特别奖 就是银丝奖 其实也是等于电影节的第二奖 另外一个奖就是国际影评人协会奖 国际影评人协会其实是一个算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一个组织来的 在不同的世界各地的大小影展都有派评审团 去颁发他们的奖项的 原来除了这两个官方大奖之外 就另外还有三个的非官方奖 是《无邪之景》是得到的 在这些影展里面 除了官方奖之外 的确还有很多很多 甚至有时整个二三十个 这样的非官方的奖项 所谓非官方的奖项 第一不是威尼斯电影节本身颁发出来的 而是由当地或者是来自国家的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组织或者是单位 就纷纷派这个评审团去到电影节那里 是看电影 接着就颁发他们自己本身的奖项 那今次威尼斯电影节 即《无邪之景》 获得那三个非官方奖 其实我也想说一下 因为在他们颁奖的statement 即获奖理由那里 其实都几反映到这套戏 首先就是在首映的时候 对观众引起的一些议论 又或者是create出来的印象 所以我就想花点时间讀一讀 其中有两项我找到的两项奖的一些获奖理由 有一个奖就叫做Persona Lavoro Ambiente 的奖 我找不到这个奖的名称来源 但是就是由一个环保的组织颁发的 那获奖理由就这样写 我用中文的版本读出来 他说这部电影探讨了发展 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问题 在疫情之后的背景下 出现了经济和就业体系相关的 意识不到的结果 从电影的角度来看 他成功地在思议的维度上 展开了故事 令到我们看到自然的象征性和传统的关系 以及对日常生活社区和个人关系的直接描述 透过令人震惊的结局 以色形态方法被拒绝 从而表明尋求解决方案的艰辛道路 仍然需要建立 关于这个获奖理由和电影的关系 我们待会再详细解释 另外有一个叫做Cinema Zara Award 就是从这个米兰的电影资料馆 是颁发的 他们有一个五人组成的代表团 那些成员都是一些相当年轻的观众来的 那如何选出我不知道 就是这些评讯团 但anyway 可以说是代表了相当年轻的观点 他的官方说明理由就是这样 我用英文读出来 这一段 For the courage to denounce the hypocrisy of the refugee reception system on the borders of Europe and to make us experience first hand in a raw and realistic style the horror and cruelty of those who work in the name of nationalism 意思就是 其实他这个奖关注的对象 是比较倾向欧洲的电影 所以可能也因为这样 因为这部电影是一部主要发生在日本的电影 所以这个奖其实也是一个最高表扬 special mention 奖 不是正式的大奖 但anyway 这个奖关注的就是 一些很能够用很大的勇气去指责 欧洲不同的边界的国家 即是去接收难民的那些制度 那种虚伪 以及可以令到 可以令到观众是有一个第一手的经验 就是可以体会到 即是 那些以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为名 而实行的一些很恐怖和残酷的手段 这些电影也都具备了一些很原始 以及一些很写实的风格的力量 就是一个这样的奖学 那 最后一个奖就是由一间叫做 卡佛斯卡里的大学 即意大利的大学 也是颁发的 就是一个 Young Jewry Award 那似乎这样看来 这个电影在威尼斯 似乎相当受到年轻观众的关注和爱好 那除了在威尼斯这五个奖项之外 他还先后在西班牙的 San Sebastian Film Festival 就拿了一个绿色和平奖 就在这个澳洲斑法的Asia Pacific Screen Award 那里就拿了一个评审奖 又或者是在伦敦电影节 是拿了一个最佳电影奖 那也都在印度的Kerala 赫拉拉电影节 是拿了一个最佳的金枝奖 金枝其实是一种料理 Anyway 香港也是在去年的亚洲电影节 那里是举行了首映的 或者说一说这部电影 是说什么呢 其实相对于《斑狗龙界》以往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电影是很特别的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 表面上看来是 又或者是整个电影的结构 是简单和直接了很多的 即使在长度来说 其实《斑狗龙界》过往的电影都很长 就是可能头过一两部电影 就是比较短的 那譬如好像《Drive My Car》 差不多接近三个小时 虽然是一个现代的故事 是一个 你可以说格局很小的故事 那这个电影呢 就是106分钟 那 那个背景呢 也跟过往 就是《斑狗龙界》的城市 电影的城市的背景呢 是有少少不同的 就设定了在这个长野园的 周房市里面的一个小村庄 那 那 一开始呢 其实呢 我们就 看到 那个戏剧的冲突呢 就是在于 在东京的一间的 这样的 其实他本身是 很有趣的 是一个艺人的经理人公司来的 那但是呢 他就 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呢 就 向政府呢 就申请了一笔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基金 那 就 想是在这个 周房市的这个村庄里面 就 就开发了一个叫做 豪华露营的计划 那这个豪华露营呢 就在英文呢 就 把Glamorous 和Camping 这两个字就合而为一 就叫做 Glamping 那 原来香港都有这些 这样的豪华露营 豪华露营呢 就另外一个说法呢 就是叫做 懒人露营 那是什么来的呢 原来呢 就是在 他找一些site 原来呢 就建了很多 就是 所谓豪华营的 就是 所谓豪华 其实不是豪华都很厉害的 但是 只不过呢 因为我们去露营呢 就自己又要带营 又要带很多不同的工具 很多这个 飲食啊 或者刀叉 BBQ啊 就是 烧烤的工具 那但是这些所谓的 豪华露营呢 其实就是 所有的东西 都设定好了 就是有不同形式的形 甚至可以有蒙古式的 土包子的 这样的形 又或者是一些西班牙式的形 就是这样的 然后里面呢 就所有的 就是露营的用品呢 包括床 包括这个饮食的用具 包括桌子 包括冷气 就是活动的冷气装置 全部都一应俱全的 就是换句话说 你就这样 两手空空的去就可以了 那营地呢 也都是有 就是不同的size 可以有两个人 三个人 甚至家庭式的 这样的营地 就是这样的 那 就 香港呢 就 那个收费呢 可以由 几百元 去到 一二千元 那 所以 其实就是 就是 另外一个 说法 就叫做懒人 盈地 那Anyway 就是 就是 这个 这样的 Glamping的计划呢 就是 这个艺人经理公司呢 就派了两个职员呢 就去 就是 这个 就是他们选了这个 这样的村庄 就是作为他发展这个 露营的site 那 就派了两个职员呢 就去跟 当地的村民呢 去讲解 而且呢 就是 就是希望 取得一个协调 那很明显呢 就是 就是政府已经通过了这个 这样的 proposal 而且呢 就是 要实行的时间性呢 就很短 几乎是要立刻动工的 那 那 那这两个职员呢 就是 就是 跟那些村民 就是 就是 其实在那个会面那里呢 是产生了一些 挺正面的冲突的 未去到 就是 打架啦 差一点的了 有些这样的冲突的了 但是都按住了 但是很明显就是 那些村民 当然是很抗拒 这个计划 是基于环保的理由 基于安全的理由 也是基于 就是 一个长久 就是一个自然生态的发展 的理由 那 就这一对男女的职员呢 就 男那个就叫高桥 女的就叫做黛 就是 林黛的黛 黛的黛 那 其实 在过程里面 其实他们都是 就是 打工仔 但是 在过程里面 他们 都 挺被 这个村民 的 论据 是说服的 那些村民 都已经很下气的了 就是说 不如你 回去再跟公司说 下次再来开会的时候 就叫你们的总裁来 就是这样 那他们真的 都挺听话的 就是回去 就立刻 跟这个 艺人公司的总裁 就开了一个视像会议 那 和他们的一个上司 那 但是很明显 就那个 就是很年轻的 那个CEO 都很懂得去 去 handle 这些这样的冲突 就是一直都是和颜月息 以及一直用一些 似是非的理由 就去 convince 这两个职员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已经 跟村民有足够的沟通 虽然他们反对 是可以理解的 不如你再去 就是跟他们再谈一次 甚至是 不如 如果他们 对这个 譬如管理的问题 等等 还有疑问的话 你们可以 请他们 其中一些 就是 比较重要的 譬如 区长 或者是 发言人 不如 请他们做管理员 那就更加是 一个两赢的局面 就是这样 那结果 就是这个 就是 高桥和黛 就 只可以 就是 继续去 就是 執行 这个指令 那就再去 探访这个 小村庄 那就在 村庄其中 一个 比较重要的 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一个 叫做 阿巧 的 一个 他自己称自己 就是打杂 但其实 他主要的 工作就是 伐木 去 为 这个村庄里面 应该似乎是唯一的 一个食肆 就是 去 斩柴 就 准备他们的燃料 还有 这个 去河边那里 就是每天 都跟他们去 运送 那个河水 作为 飲用 或者是 洗滴 就是这样 那 其实这个故事 就很简单的 就是这两个职员再去之后 就反而 看见到 这个 阿巧 以及 其他 尊贓的人 有一些 比较简单的生活 就令到 特别是 高桥 就令到 他产生了一种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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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种 向往 虽然 阿巧 就拒绝了 就是他们的 offer 就是不肯做 这个管理员 但是呢 反而高桥 就觉得 不如 我会向公司申请 我去做这个管理员 然后就 找你去做顾问 好不好呢 就是这样 他说的时候 其实都很真心的 我觉得 因为之前 在一个旅程里面 就 他跟 这个 阿黛的 对话里面 他都透露了 就是他加入了 这个公司 已经十七年了 而且在艺人的管理那里 他也有很多 感觉到很疲累的 Anyway 但是 最 dramatic 的一个 情节呢 就是 阿巧本身有一个 很小的 应该是差不多 十岁大 的一个女 就叫做 玲花 戏里面 一直都叫做 阿花 阿巧很奇怪 就是 阿花就是 在村庄里面 一间的小学那里 讀書 那 supposedly 就 每天就 到这样的时间 阿巧就会拿一架 Van仔去接他放学 但是很多时候 阿巧都是一个 挺失魂的人 很多次都经常 忘记了 或者是 迟了去接他 那 阿花有时候 就不会等他 自己一个人 走回家 那中间 就经过森林 森林 也是 会见到 一个大的草原 就是这样 那 那 今次 这两个职员 也都是 令到 阿巧 就 又 忘记了去接阿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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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 那 那 就 那 那 那 比 它 那 那 他们 那 ント 在黑夜之中就開始整個森林去搜索阿花的蹤跡 到這裏接近尾聲 就是吳正說我們讀得獎理由其中的一段 有一個令人震驚的結局 這就是可以說是最強的一個twist 和一個戲劇的高潮 這個戲劇的高潮我們待會再說 Anyway 所以大家也看到 故事來說其實是挺平淡的 甚至長次來說 其實它的長次很長的 譬如一開場 只是開場那個鏡頭的一個低角度 是拍攝的天 拍攝那些很高的樹 一段很長 而我們聽到一段很沉重的懸惡 一個連綿不絕的長鏡頭 譬如我們看到阿巧 兩次斬柴的鏡頭 第一次他一個人斬 斬完之後就 然後再去那個湖那裡 逐一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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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跟另外一個 第二場同樣的情景都出現 最長的兩場戲 都是會議來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高橋和阿代和村民的討論 那我看的時候我沒有時間到大概幾場 但我相信都起碼有十幾分鐘 然後就是高橋和阿代 就回到這個公司那裡 跟老闆和他們的上司 開這個視像會議 跟著就是拉尾那個大搜索 所以這個戲呢 其實節奏都算是緩慢的 那就比起就是 士豬和以前的電影 就是那個戲劇性 或者是有時候有些甚至是比較虛幻 或者是魔幻的處理 是很不一樣的 鏡頭上高 當然有長鏡頭 但是那個長鏡頭 亦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花巧 或者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謂的鏡頭的調度 都是一些連綿式的橫移的鏡頭 或者甚至是固定 很簡單的一些橫移之類的 處理的方法 但是呢 我是覺得挺有趣的地方 就是那種的simplicity 其實更加能夠表達到 就是賓口龍界的一個最大的長處 第一就是他在對白的編寫那裡 第二就是他對人物的一些observation 特別是那兩場的會議 第一場的會議 其實都有些評論指出過的 就是幾令到我們很快就想起的 就是之前也都香港有上映過的一部電影 就叫做《仇恨》 《透視仇恨》 因為那個戲也是說 在一個小村莊裡面的有一場戲 就是那些村民和一些管理階層 就是那個村莊的管理階層是開會的 在開會的過程裡面 也都是有一些比較強烈的衝突 就是這樣的 那一場其實 我之前也有說過的 就是這個電影 那一場就是導演Christian Minjoo 就是用一個 都是一個長鏡頭去拍的 應該是17分鐘 但是那個鏡頭是動都不動的 一個大wide shot 就看到一群村民 就是你一言我一語 這個講完又講 就是另外一個是起床 是動都不動的 那我記得當時的留言 其實我覺得 我不是很接受到這個鏡頭的 因為當然 你不能夠說它很簡單 因為戲裡面 都有不同的演員 還有那些演員 似乎有很多都是素人演員 第一大家要記的對白很長 第二就是不同人的反應 就是那個節奏 或者是那個語氣等等 都要掌握得很準確的 但是我覺得這所有的東西 就是無論是包括素人演員 或者是職業演員之間的那個 那個chemistry 那個互動 甚至那個節奏 其實這都可以透過 比較長時間的彩排 是可以去完成的 但是在畫面的表達來講 除了我們的聲音 我們聽到這些參與者的情緒 但是實際上是畫面上 是沒有再延遲到這些衝突的 甚至我們 因為有整個大的 wide shot 有很多人甚至 未必是戲裡面的一些角色 所以整體的感覺 當然好像一個實體的 實時的一個紀錄片段 所以我是不是很喜歡的 但是那個導演在訪問裡面 就說這個是我有史以來 就是最難度最高 最挑戰性的一個鏡頭 這樣的處理 也像有一個評論 就覺得哇 十七分鐘 很厲害 但是我是覺得 我是持一個相反的意見 所以這一場 就是賓口龍界在 無邪之警這一場 我就覺得相當好 第一 其實它都很簡單的 都是採取咳咳咳咳咳咳咳的 而且都是用不同的鏡頭的 畫面的大小的size 交替 當然那個size是按照著 那個情緒的抵增 或者是那個激烈的程度 那個節奏是去安排的 但是中間的過程 你完全是感覺是 第一很順暢 第二 你是會慢慢 在 就是那個 你會被牽入 那個 就是兩者之間的 那個對立 那個情緒裡面 其實 還有是相當 可以看得清楚的就是 代表了 藝人公司的高橋和代 就是那個轉變的 一開始他們都難免是帶著一些高傲 帶著一些從上而下 或者是因為他們始終是執行者 背後有一個大公司 撐腰做背景 所以都看到他們那種 其實是幾 幾 例行公事的一種這樣的心態 甚至是遇到村民的反對 有一種對抗的 但是慢慢後來 你又看到村民的不同的代表 他們用不同的語氣 用不同的理由去反對這個項目 提出來的那些理據 是很充分的 而且基本上 除了一個很醜的 年輕的居民之外 他差不多想起床打那個高橋 就被阿巧壓住了 然後到最後 差不多總結陳詞 就是由區長 帶出了一個很好的用上流和下流 就是水流的方向 作為一個比喻 是去解釋給高橋 為什麼他們會對這個項目 有這麼大的關心 而整體的感覺 村民都是相當理性和文明的 他們不是堅決去抵抗 或者一定要去保護這個區域 相反他們都不排除 但是他們覺得這個計劃太過匆忙 還有那個考慮太過不周長 甚至看到很清楚 就是你們是拿了政府的錢 你們其實想賺的是那一筆的 Subsidy 就是拿我們來過招 所以要很急忙地上馬 他們也都表明 甚至我們不是村莊的原居民 我們都是他的第二代第三代 我們都是從外地來的 但是我們settle down了之後 我們就覺得有責任去保護這個地區 有責任去維持他的生態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是完全是一個 你表面上看就好像很簡單 但實際上其實是一個相當之高明 還有很有技巧的一個處理 去到第二場的視像會議 首先我覺得構思很有趣 就是因為第一場的會議是一個實體的會議 其實都是一個community town hall 但是那個hall其實很小 那些村民都是十幾個 就是不到20個的代表 回到城市回到東京 那個會議就是三對一 就是高橋一代和他們的上司 就是Imigius的上司 就是視像裡面就是那個老闆 首先氣氛就很冰冷 另外就是那個老闆 因為是一個大的電視 而且電視是掛在牆上高的 所以老闆就好像是一個高高在上 一個未去到神的角色 但起碼就是好老闆 那他的cast and cast很有趣 就是這個老闆很年輕 我想40歲都可能不到的 即使都是40頭 而且是OK好樣 西裝骨骨很斯文 在整個過程裡面 也是完全不動氣的 即使高橋和代 甚至是初衷他們的上司 也有一點點是不以為然 甚至那個上司 因為他坐在那裡旋轉 旋轉椅子 就令了背部頂著那個老闆 其實他初衷他們都不順 但是老闆就透過很有耐性的解釋 還有一些捏造出來 似是而非的藉口 就去跟他們開會 但是背後裏面 在和顏月色的背後裏面 其實是一個相當堅定的立場 甚至是擺明 就是說 沒辦法了 一定要去的 怎麼說都好 我們都不能夠放棄這個項目 而且也是覺得 在某個程度 他們也承認 甚至是他們自己承認 是啊 都是有少許硬 但是起碼我們做足了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這個所謂的 和村民溝通 諮詢的大會 我們做了 做了就可以了 他們不是堅決反對 那就是有商量餘地 所以到最後 他提出那個方法 其實是一個很 都幾仆街的 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叫阿代和高橋 再去 就是去找 當地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就其實是賄賂的形式 就是叫他們去做那個 就是這個 浩華露營的項目的管理員 因為他們村民 其中一個最大的 concern 就是 就是你們只是派四個人去管理整個這麼大的營地 而且又不是24小時的管理 一定會產生很多問題 而且人手是遠遠不足的 所以老闆就說 不如叫他們自己做管理員 就是這樣 其實是一種很狡猾的方法 而且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們兩個人的那個 那個imidious的頂頭上司 他最初都不相信 但是拉美開開會 開完會之後 其實在開會的尾聲 他都轉了態 他都突然之間 是 in a way 是附和了老闆 而一開完會之後 老闆就很聰明 就很聰明 我說完 我跟著開第二個會議 我們這裡暫時結束 你們好地去辦事 就是這樣 那一開完會之後 他們那個上司 竟然就是OK 可以這樣去 甚至是suggest 不如你買一些酒 去燈他們 就是這樣 那這個我真的覺得 第一很寫實 第二就是完全是看到 那個城市人 或者是一些資本的 其實那個都不算是 一個大公司 或者是一個大集團 但是看到他們那種 就是商業的行徑 商業的手段 所以阿代和高橋都沒有辦法 那就唯有再去一趟 那另一場比較長的戲 就是他們在 就是再去這個村莊 的中間那個路程那裡 那個長途的開車的路程那裡 就是他們兩個人有一個對話的 那這一場戲也是寫得相當好的 就是說第一 就是我們第一次可以看到 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性格 看到他們有內心的看法 那兩個其實都不順 那有一個就是新入行一些 就是阿代 但是其實之前他都做了很久 才轉工 就是想有些轉變 就來到這間藝人公司 那高橋呢 就做了整個十七年 看到有一些藝人的起跌 那其實兩個呢 都是單身的 那那個女生呢 甚至是堅決是不會結婚 但是相反呢 高橋呢 就雖然他現在沒有旅行友 那其實都差不多是到了一個 應該結婚的年齡來的 但是就嚴格來說可以說是一事無成的 因為都是一個打工仔 似乎那個在這十七年來呢 他那個都沒有什麼升職 又或者是升職那個速度都相當緩慢的 那所以這個這樣的溝通 一來我就讓我們看到另外 就是我覺得都是一個 年輕一點的一輩 就是不是說去到年輕 去到青春少年那個階段 但是起碼讓我們看到 日本出來做了事 大學畢業之後出來做了事的 那個商業社會裏面的新生代 的一些看法 那也鋪墊了高橋 其實有少少 其實都是心灰意冷的 有少少意慶難珊的 這樣的心態 所以就解釋了他後來 去到再見到阿巧 甚至是看到阿巧 在那裡斬柴那個 那種很瀟灑 即是未必一定很man 都man的 但是那種很瀟灑 很利落 也都是充滿了力量 很原始 很raw的一個這樣的表現力 所以就 很有趣就是 本來阿巧就斬柴的 打算帶他們去吃東西 誰知道高橋就 突然很緬甸地提出 他說 可不可以有一個要求 可不可以讓他試試斬嗎 那阿巧就讓他去斬了 但是很明顯 高橋就斬了幾下都是斬不到的 都是斬了一塊 那就失敗了 反而阿巧就輕輕地提醒一下他 你的腳應該怎麼擺 你的視線 你的注意力 應該集中在哪裏 然後才整個柴 整個斧頭 那結果呢 果然在阿巧的指點下 高橋就一聲就 把一塊木頭 削成兩邊 他真的很過癮 那這種過癮 嚴格來說 那個鏡頭的處理 是一個很 一個wide shot 一個full shot 一點花巧都沒有 但是那個節奏的掌握 那個處理的巧妙的地方 那些東西 加上之前的鋪電 其實真的令到我們覺得 又有趣 我們又會覺得 高橋 真是 昂昂俱俱的 也都看到他笨拙的一面 但是當他那一下 經過的指點之下 立刻好像很神奇地 一聲 就把那塊木 是一分為二 那時候高橋感覺到那種 暢快 那種的 那種的滿足感 是 其實我們看 作為觀眾 都感受 幾具體感受得到的 所以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 其實就看到 就是 奔口龍界對人物的觀察力 對整個節奏的控制 timing的控制 對細節的處理的巧妙 因為 看回他的訪問 他都 準備了這個戲 都幾久 還有 應該是通過一個 幾長時間的 research 電視調查 才可以寫到這個戲 因為他說 最初 有了這個意念的時候 其實都寫不到 都是真的要 經過很長的時間 經過上次 在上面講的過程下 才可以完成到這部電影 所以這些戲 整體而言 一路下來 其實我是 特別有看第二次的時候 我其實是相當佩服的 也都是覺得 給 尤其是 Drive my car 那種 都幾臉腫的 幾自覺 和 可以說幾刻意的 那種堆砌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 改善和進步 但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來到戲裡面的 那個結局 而這個結局 我相信是 的而且確 是令到 我相信是 每一個觀眾 都措手不及的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也是 看完出來 大家有一點 用國語說 就是 都懵了 有一點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突然這樣就完了 甚至連發生什麼事 都還未看得很清楚 也都完全不理解 那 那戲這樣就完了 而這個 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 一個 這樣的反轉 是 令到你 是不是 可以 有一個新的 perspective 去看回 之前的東西 我是覺得大到 你是 好像兩件事 是無法連接 而這個 疑惑 這個 震懾 的效果 是 你會抗拒的 在某個程度 甚至 你 真的 能不能夠激發 你去 回想 回味 之前 去 connect 之前 這個電影之前 所說的 都未必 是 很能夠有這個 效果的 那 我看這個戲 其實是 在亞洲電影節的時候看 是 前兩天 才再看 所以中間 差了兩個多月 我一直有疑鬥 也很有趣 以本地的反應 我也說過 就是 亞洲電影節曝光之後 這個電影 其實幾乎沒有任何的反應 以往很多 很擁護 Dry My Car的評論 也好 寫作人也好 都好像絕口都沒有提 這個戲 我是覺得很有趣 是很不同的 譬如 賓歐龍界 在Dry My Car之後 其實他以前的作品 都是 在一個特別放映 有限放映的形式 是重新再公映的 那 反應都很好 但是這一次 突然間有一種 默契式的 silence 我覺得 都是基於 我剛才所說的 那種 措手不及 而且 是真的不明白 你問我 我也是不明白的 但是 因為有其他戲體 知道他 將來都會公映 都打算公映的時候 再去看一次 去find out 什麼事 所以我這次 為了做節目 所以也是 故意再去看一次 看完一次 其實都做了幾多下的資料 又或者是 都參考了很多 西方的評論 就是這樣的 那這次公映 其實那個評論 都多了些 但是 大家其實去到 拉美那裡 都有點棘手 都很難說出一個 所以而言 也有部分的文字 企圖是嘗試去解釋的 但是那個解釋 其實是 我覺得 至少我個人的主觀來看 我都不滿意的 都不能夠是 完全滿足到我的義斗 那 那 有些的訪問 我看回 賓口龍界 當然一定 每次都被人問及這件事 那他的答案 也很有趣 那他怎麼說呢 他 他誠懇的 我覺得那個態度 不是去耍你 那他說 是我理解的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突然 那他說 但是 對我來說 其實我有一種直覺 我覺得當時那個主角的反應 行為 我覺得很自然的 很合理的 我相信這個也是他 如果他是一個真實的人物 他當時就會這樣做 然後他就把球交給觀眾 那我就覺得 這個 我相信他 我不是相信他去耍觀眾 或者是 故意 好像我第一次看 我也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他可能是故弄懸虛的 但是看完第二次 我覺得 我就會收回這個 故弄懸虛的一個評價 但是你說我去到最後 是怎樣呢 我都其實 我都不是覺得很 convincing 的 那這個結局是什麼呢 就是 他們在大平原那裏 找到 阿花 但是阿花 就 站在大平原那裏 他面對著 原來是一隻鹿 那隻鹿 那隻鹿是互相對望的 那之前呢 其實是有一段對話的 就是 高橋和阿代坐著 阿巧的車的時候 就說到 阿巧就提出 其實你們那個營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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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野鹿 其實都會經過這個 營地 所以很多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危險 但是阿高橋又說 不是啊 內糧都有很多鹿 那些鹿和人 都是很和平相處的 那些鹿都不會襲擊人的 那這裡的鹿 會襲擊人的 他說不會 但是呢 這些鹿 如果他們是受了傷 就是所謂中箭 就是半箭 如果他們受了傷的話 無論是被一些 有打獵的獵人 槍傷了 或者 whatever 那他們就會對人 是產生一種攻擊性的 因為他們是自暴 那 但是阿高橋又不會啊 我們不會襲擊那些鹿 但是他在自暴襲擊的時候 而且他跳得很高的 他說 你現在所說的 如果你 建一些攬 攬住他們 他是超過 你要起碼要起三米高的 那就真的很高了 甚至呢 作為一個營地 就變得很 風景 都很不理想 那 但是呢 高橋也不是很 被這件事說服的 那他就說 其實那些鹿 如果見到 都走不過 即是沒有路 讓他們走 他們一定會有其他 找其他的路去走的 就和來露營的人 是互不相干的 不用怕的 那在這個時刻 阿考就不出聲的 很明顯他不認同這件事 而且很明顯就是 高橋又 Fall into 那個 很 城市人 或者是 完全是站在發展 項目那方面的 立場 方向去思考 即是盡量 將一些 其實是 一定要解決的難題 但是呢 又用一些很 理所當然的 的 角度 或一個 態度 去把它推翻了 Anyway 原來呢 的確 阿花 看到這隻鹿 的時候 那隻鹿 是受傷了的 之前呢 亦都是在不同的場合 我們觀眾 聽到在遠方 傳來兩次的槍聲 換句話說 不時是會有人 來到這個森林 那裏 打獵的 很明顯 這隻鹿 是 因為 這樣就受傷了 所以 其實阿花 是 處於一個 挺危險的 的位置 那為什麼阿花 會去到這個 草原 平原呢 其實他之前 都有鋪排的 就是 他老爸 照他放學 走過這個森林的時候 走過這個草原 阿花 就撿起了一枝 就是那些 那些 野雞 那枝尾巴 他撿回去 就交給村長 區長 然後區長 就說 這些很有用 雞尾巴 一來就可以 其實那個 和他那個 尖的地方 到拉尾巴 其實他可以用來彈琴 就是這樣 那就很開心 所以阿花 拉尾巴 其實 都在開會的期間 就走了出去 草原那裏 就撿了 有第二枝的 這些 雞尾 就給了這個村長 區長 所以 就變成 好像形成了 一個這樣的 習慣 他放學 如果自己一個人回去 他一定會去草原那裏 去找這些 看看撿不撿到這些 這樣的雞尾 所以 就變成 他突然間 看到一隻鹿 可能 他都知道危險的 可能 但是 看到阿花 看到鹿的時候 後面 看到老爸 和高橋 看到阿花 除了一頂帽 就想走到鹿 那裏 在這個時刻 其實高橋 意識到有危險 就立刻衝前 就想去救阿花 第一 這個衝前 他就沒有大聲叫 很衝動的衝前 阿巧 立刻本能地 就把他 捉住了 在後面捉住他 然後 用很大很大的力 按下了他 甚至 捏住他的頸 到最後 其實我們 在很短的鏡頭 我們看到 割回來的時候 看到高橋 是套白鋪的 是不動的 在這個時刻 阿巧 才衝過去 衝過去 但阿花 那裏 錄已經不見了 而且阿花 已經倒地 是昏迷了 死了 我們都不是很清楚的 接著 那個戲 就切回去 第一個鏡頭 就是那個樣 角度去拍 天空 和樹杏 的枯枝 就是這樣的 一個角度 這樣的 track shot 以及 重複那個 很沉重的 那個元樂 但是我們聽到 一些很沉重的 呼吸聲 就是 還有這個 跑步的聲音 就在那裏 就完了 這個戲 那會說 那個含糊的地方 在那裏 第一 就是情理上高 行為上高 就是為什麼 很明顯 高橋是出於一個善意 但是為什麼 阿巧 作為 小女兒的父親 他沒有 照計這個 去救女兒 這樣的動機 這樣的 這樣的 urge 應該是 一個共通的 urge 因為小女兒很明顯 就是有危險 那為什麼 阿巧 不去 join 這個 action 反而 是去制止 高橋 當然 有一個解釋的 就是怕高橋 輕舉妄動 以及 驚動到 這隻鹿 這隻鹿 就會 立刻去襲擊 襲擊 阿花 所以他立刻就制止了他的行動 這個都可以解釋的 但是那個制止的期間 他用力用到 到最後 高橋是 兔白末的 至於高橋有沒有死到 都很曖昧的 當然兔白末 給我們感覺到 他應該死了 但是 因為那個時間是很短促的 我們都不知道 阿巧 當然必然一個 一個村民 一個 經常努力的 就是用努力去生活的人 他一定是很大力的 比高橋也大力很多 但是高橋時 身材都不差 跟他差不多 他到底用了幾大的力度 高橋暈了 死了 我們都不知道 然後他 就衝過去 看到已經跌倒在地下 昏迷不醒 或者是死了 的阿花 他抱起阿花 就跟著走了 拉美那個很明顯就是 呼吸聲 那個跑的腳步聲 應該都是他抱著阿花 去找人求救 高橋又怎樣呢 所以這個轉折 無論是在心理的層面 或者是本能的反應層面 理性的層面 都有很多很糾結的地方 也有很多人嘗試去解釋 就是說 半戰的鹿 又或者是 這個是大自然 人都是屬於大自然 這個本能的衝突 和 當然很容易 跟這個電影的 片名 就是 Evil Does Not Exist 這個電影出現 片名的時候 都很有趣 是用英文名 首先是出了Evil Evil Evil Does Not Exist 就是 擺成兩個字兩個字 就成為一個方格 這樣的 首先是出了Evil 然後才出這個 Exist 然後才出 Does Not 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電影都是在 一個 其實這個 表面上是一個 Affirmative 一個很肯定的 一個 Title 就是 邪惡不存在 但是他的出法 其實是在質疑 因為他首先是出了邪惡 和存在 然後才是 But Dos Not 這個動詞 其實就是 反問你 到底是 Evil 到底是 Exist 還是不Exist 這個世界上 特別在這個 大自然的環境下 什麼東西 何之為Evil 那隻鹿本身 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那隻鹿的天性 它是不會襲擊人的 但是當隻鹿受傷的時候 它是襲擊人 那 好像 賓口龍界 也有在一些 訪問那裡提過 譬如 大自然裡面的 狂風暴雨 大自然裡面的 所謂的 毀滅性的災害 那這個 是不是Evil 你都很難說這個是Evil 因為這個是大自然的現象 那我竟然也有很多解說 就是人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 這個其實不是很合理的 人就是人 大自然就是大自然的 以及人對大自然 一向對立的關係 特別是去到近世紀 環保很多帶出來的那種意識 都看到人對大自然 是不斷有破壞性的行動的 所以就是說 這個結局 我相信它也是在說 到底是誰是誰非呢 這個其實是 導致一個悲劇 是不是就是 暗示了 這個 來自城市的一個商業的集團 去破壞大自然的時候 那其實大自然呢 ultimately 都會作出一個反擊呢 那到底是 那個Evil 是屬於這個大自然 或者是 綠 就是由綠代表的動物 的一個 就是他們就是屬於Evil 還是Evil的 其實就是這個 大城市的商業集團呢 就是這樣 但是 我理解這個質疑 這個探討的 我都覺得沒有問題 當然 但是 始終去到最後 因為對我來說 譬如高橋 他想去救阿花的時候 他純粹是用一個行動 他沒有大叫阿花 不要動啊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阿花是在動的了 就是 不要走到綠那裏 小心啊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些是很自然的一個反應 一個本能的反應 但是呢 戲就很刻意地 就叫他不出聲 因為高橋不是這個環境的 他聽到有關綠這個 這樣的特性 也都是剛剛 可能是一個多兩個小時前 聽到阿巧提出的 他其實是不認識的 所以我覺得 作為一個 一個這樣的年紀 作為一個這樣的城市人的身份 他當時的心情 其實他認同了阿巧 認同了村民的生活 我覺得他不叫 刻意他 電影安排他不叫 純粹是一個行動 我覺得是不太合理的 當然 當然 在阿巧來說 這個也是相當本能的反應 他怕會驚動到綠 我覺得 我接受的 但是 他那個 可能是 高橋又在那裏掙扎 他又 心急 又在那裏 用出盡 吃奶之力 去困住高橋 可能他 亦都可以說 是無心 因為他沽著他的頸 令到他 又叫不出 又令到他立刻窒息 那 他用的力度 真的去到 是 過得很厲害的 我覺得 當然 你說在電光火石之間 很可能 這件事 沒有得很計較 真的 他出的力度 尤其是 一些無情力 可能真的 令到他當場致命 這個 就造成一種悲劇 所以 這個 你都可以很曖昧 所有的事情發生 在電光火石之間 很曖昧 但是 這個 所謂的 震驚的結局 突然的反撥 在戲劇上高 雖然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這個效果 我看第二次的時候 我當然會更加仔細 因為有了一個心理的準備 我看到一直鋪電 他不是說突然到 一個措受不及 或者一個毫無解釋的底下 他是有的 但是 你再 可不可以 特別是對第一次看的觀眾來講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覺得 未必一定能夠達到一個效果 令到他可以和之前的所有的東西 是有一個connection 因為那個 震懾力是令到你 即是 全開它 對 這個我也是一個很大的保留 但是 即使是這樣講 對整個戲來講 我覺得 都是好看的 還有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覺得 奔口龍界 照眼看起來 這個戲 尤其是結局 你有一點覺得 雨不驚人死不休 但是其實你再冷靜一點 再翻看 其實他 都是一如既旺 他對戲那個 那個 審視 或者那個反覆的考慮 其實是周長的 而且 他很冷靜的 很沉得著氣的 而 相對上 那樣 正如我一開始都有說 我是覺得 這個戲 比 DRIVE MY CAR 都好了很多 完全沒有 那個 湧腫 層層疊疊疊 那種 那樣的毛病 甚至 都有一個 新的 題材上高 環境上高 甚至 他的處理 都是有 一個新鮮感 所以 我也覺得 這個電影是相當值得推薦的 所以 有空拍攝 可以 我會 你 我會 我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